2005年1月的一天,德国慕尼黑的街道上挤满了人,个个眼中满是沉痛,心中无比悲凉,参加着一个几乎让整个慕尼黑都陷入停滞的葬礼。 不过,这个葬礼并不是属于什么分工伟绩的皇室子弟,而是慕尼黑的一个时尚设计师。 人们不仅好奇地问,什么样的设计师能让国家电视台开现场直播,能让几万人为他沿街送别呢? 欢迎来到老鹤开枪,我们来讨论剖析世界各地最真实,最恐怖,最令人费解的案件。 因为就在不久前,这个国民设计师还活跃在公共场合中,一身标志性的打扮让所有人记忆深刻。 可是某天的清晨,当他被发现躺在自家的房门口,脖子上还缠着电话线时,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时尚界的宠儿,竟然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究竟是怎样的一段不堪的故事,让这个挂着慈善家名义的设计师在家中一命呜呼呢?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1940年7月27日,鲁道夫·莫哈默出生在德国慕尼黑,维德梅耶斯基29号的一个富裕家庭。 虽然当时正值二战时期,但鲁道夫的童年似乎并没有多少关于战争的回忆, 只觉得很快一晃就过去了。 20世纪50年代,战后的德国经济飞速发展,其速度之快,堪称一轮经济奇迹。 鲁道夫的父亲理查德当时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,自然也享受了经济发展的红利, 一家人也因此过着富足的生活。 作为家中的独子,鲁道夫性格外向且机智过人, 似乎自小就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自信,他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大展拳脚。 不过就像所有的传奇人物都有一个特别的遭遇一样,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,鲁道夫的家道开始衰败了, 因为父亲理查德所在的保险公司陷入了财务困境, 父亲也因此失了印。 或许是因为内心的抑郁不能排解,于是理查德开始酗酒, 每天都是一副醉醺醺的状态。 对于父亲的失业,鲁道夫的母亲一开始也抱以了理解, 可是沾了酒后的理查德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 动不动就对着鲁道夫的母子是拳打脚踢。 无奈之下,母亲只能带着鲁道夫离开了家。 离家后,鲁道夫和母亲没有什么谋生手段, 他们每天要为房租和账单发愁, 停水停电也成了常规操作。 母子俩靠着土豆度日, 时常在冬天里面瑟瑟发抖, 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 母子俩都知道, 再这样下去, 即便不饿死也要被冻死。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 一个偶然的机会, 鲁道夫争取到了一个当裁缝学徒的机会, 正式踏足服装行业。 也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, 让他日后成了德国的一名时尚大师。 不过此时的他, 不过是想着能够和母亲一起吃上一顿饱饭。 刚进入裁缝领域, 鲁道夫就展现出了他过人的天赋。 师父的教学, 他一学就会, 没多久就超过了师父。 而且呢, 鲁道夫发现自己设计衣服很受欢迎, 尤其是在他讲授着自己的设计理念时, 内心总是无比兴奋, 也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。 每一个来到店里购买的顾客, 鲁道夫总有办法让他们满载而归, 这让他特别有满足感。 不过时间一长, 这些小小的成就已经无法让鲁道夫满足了。 他时不时会冒出这样的想法, 当学徒终究不是我的出路, 我鲁道夫沫沙漠要代表时尚。 就这样啊, 鲁道夫辞职了, 他知道自己要等待一个时机。 后来鲁道夫又在布衣店做了一段时间的零售学徒, 因为他要掌握推销的技巧, 也正是这段工作经验让他感觉到时机成熟了。 1968年, 在德国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一家精品服装店开业了。 自此, 一个慕尼黑小伙开始在德国时尚界崭露头角。 不同于一般的服装店简单的开业仪式, 这家店的这红地毯几乎贯穿了整条街, 一直铺到了店门口。 这种排场, 战后德国人这几乎是没见过, 一时间街上议论纷纷, 店的周围都挤满了人。 这又是哪个富家子弟在败家产了这是? 这时, 一个坐着马车牵着豹子的年轻人出现在红地毯上, 正是鲁道夫。 鲁道夫把车停在了店门口, 这个2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亮相, 不过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声色, 反而显得无比自然。 一家扎根在慕尼黑的时尚精品店就此诞生。 凭借着对时尚的把控力, 鲁道夫网罗了美国、德国和世界各地的名流, 包括史瓦辛格、 张伯伦、 古斯塔夫就是瑞典的国王啊, 等一系列的这些名人都纷纷的成为了鲁道夫的顾客。 此后,不管是慕尼黑歌剧院还是电影的首映礼, 总有鲁道夫的身影, 他成了维也纳歌剧舞会的常客, 也是萨尔斯堡和百洛特音乐节的座上宾。 2003年, 当鲁道夫走进滚石乐队在慕尼黑的演唱会现场时, 场内瞬间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。 不过鲁道夫最为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个人风格, 一个干得像蜡一样的小胡子, 一顶无比硕大的假发, 永远抱着一条叫戴希的约克夏梗犬。 这个德国的时尚大师虽然没有乔治·阿玛尼的国际高度, 也不喜欢穿梭在巴黎和米兰的走秀台上, 但他深深地扎在了慕尼黑的怀抱中, 俨然成为了慕尼黑的时尚名片。 不过这个在时尚界特立独行的人, 却因为自己卑微的兴趣爱好在家中遭遇了不测。 2005年1月15日, 当司机卡普兰来到了鲁道夫位于郊区格伦沃尔德的别墅时, 却看到了一向关着的大门敞开着, 屋子里安静的可怕。 顿时卡普兰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, 不过他还是继续地往前面走去。 突然,卡普兰就听见了小狗戴希的叫唤, 一声接了一声, 但是戴希始终没有出现, 显然戴希不是在冲卡普兰叫的。 鲁道夫先生, 卡普兰一边走一边朝屋内叫了一声, 没有回应。 卡普兰越发地不安起来, 他穿过大厅沿着大理石的楼梯向上走着。 鲁道夫先生, 卡普兰又叫了一声, 依然没有回声。 突然, 卡普兰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, 只见鲁道夫安静地躺在卧室外面, 宠物犬戴希则在一旁吼叫着。 卡普兰壮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, 这才看清鲁道夫脸色苍白略显浮肿, 脖子上还绕着一根电信。 卡普兰连连后退, 他即刻给鲁道夫的家庭医生打电话, 很快家庭医生就赶到了。 看着躺在地上早已凉透的鲁道夫, 家庭医生不用检查也知道, 鲁道夫已经断气了。 没过多久, 警方也来到了现场, 原来卡普兰在向医生求助时, 也已经拨打了警察的电话。 卡普兰向警方描述了自己看到的一切, 现场除了宠物犬戴希并无一人。 勘察一番后, 现场并没有什么财务损失, 警方断定, 这不是一起普通入室盗窃不成的凶案, 而且现场并没有诸如血迹打斗的迹象之类的线索, 除了鲁道夫脖子上的电线。 当然还有一只手在尸体旁的那条狗戴希, 难不成要审问他吗? 时尚大师横遭不测, 事情很快就上了热搜, 人们不仅好奇地问, 到底是谁会对一位60多岁的时装设计师痛下杀手呢? 慕尼黑警方很快就召集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, 专项调查鲁道夫案件。 在对周围的人盘问无果后, 警方对鲁道夫的行踪进行了调查, 果然发现了端倪, 案发的前一天, 鲁道夫去过火车站附近。 警方又来到火车站, 很快就锁定了几名目击者。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, 事发前一天晚上, 有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一直在火车站附近徘徊, 车上的人正是鲁道夫。 鲁道夫下车后就到处打听这男性熟人。 附近的人都知道, 鲁道夫平常都会到这一带闲逛, 而且每次都会找一些男性熟人聊天, 有时候还会带着熟人一起离开, 难道是熟人下手? 不过, 还没等警方进一步查时, 线索就有了新的指向。 原来, 警方之前就从鲁道夫脖子上的那条电线上, 取到了一组未知的DNA。 经过两天的比对分析, 警方已经锁定了这组DNA属于一个叫阿普杜拉的人。 经过资料调阅, 警方知道了这个叫阿普杜拉的年轻人, 其实是因为早年间的强迫对待罪留下的案底, 后来虽然是女方出面证明是自愿的, 这阿普杜拉也因此无罪释放了, 但是他这个案底却一直留了下来, 跟着这一条线索, 警方实施了行动。 通过阿普杜拉的一番陈述, 人们才突然发现, 这个表面风光的设计师, 实则有着难以启齿的一面。 从1968年的精品店开始, 鲁道夫就以一个时尚前沿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眼前。 虽然这个人呢看起来古怪, 戴着一顶巨大的假发, 走到哪儿都戴着一个叫戴希的约克夏梗犬, 他甚至还未戴希写微本书, 但是这个叫鲁道夫的设计师, 始终是怀着一个慈悲的心。 一直以来,鲁道夫都热心帮助无家可归的人, 在2002年的时候, 他还拍卖了一件拿破仑的滑铁炉战役中穿过的衬衣, 把拍卖所得的6万2千欧元捐给了慕尼黑流浪慈善机构。 或许是受到父亲酗酒的影响, 鲁道夫还资助了一个酗酒者治疗中心, 希望借此来帮助酗酒者回归家庭。 甚至在去世的前一段时间, 鲁道夫还在筹备着一个有60个床位的收容所。 所以在大众眼中, 鲁道夫一直是一个聚光灯下的设计师, 受到无数人的追捧。 但是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, 有着鲁道夫不为人知的爱情观。 他是一个同性者, 一个难以被世俗接纳的存在。 1993年,鲁道夫的母亲去世以后, 他虽然是无比的悲痛, 但也自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, 因为他不必担心母亲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担忧了。 而且直到1994年, 同性行为在德国都是禁忌。 不过从此之后, 鲁道夫不必再约束自己, 他开始在这种不被祝福的爱情面前, 疯狂试探。 2005年1月15日, 当鲁道夫从火车站带回了一个叫阿普杜拉的难民时, 他不过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称之为爱情的游戏, 像这样的事情他之前也做过不少, 但是这次悲剧发生了。 一番切磋之后, 这个早就陷入了财务困境的男人, 无论如何也要鲁道夫支付他2000欧元。 鲁道夫虽然富有, 但是并不认为两个人短暂的交流就值这个价钱, 就果断拒绝了。 可是对于一个无所顾忌的难民而言, 为了钱似乎可以做任何事。 于是趁着鲁道夫回房间的空档, 阿卡杜拉顺手拿起房间内的一根电线, 朝着鲁道夫的脖子就是一番缠绕。 鲁道夫已经64岁了, 面对年轻力壮的阿卡杜拉, 他根本没有招架之力, 很快就厌气了。 这个持名于德国时尚界的大咖, 就这样被自己邀请入门的男伴带走了。 阿卡杜拉被警方逮捕后不到两个小时, 就将这一切摊白了。 阿卡杜拉一开始也想着洗劫一下这个富豪, 他甚至对鲁道夫馊了身, 可是当他意识到这个时尚圈的名人已经没命了, 自己闯下了大祸时, 这才什么也没拿就匆匆的逃离了现场。 最终阿卡杜拉被判无期徒刑。 2005年1月就在鲁道夫逝世后的几天, 他的家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蜡烛。 对于这个慕尼黑的时尚大师, 公众除了悲痛,更多的是伤心惋惜, 当然还有同情。 几天后,一场盛大的葬礼几乎让慕尼黑陷入了停顿, 数万民众站在街道两端为这个大师送上最后一程, 其中就有很多无家可归之人, 国家电视台更是给予现场直播, 丝毫不信于任何一场皇室的葬礼。 不过那些平日里混迹时尚圈的朋友熟人都没有出现在葬礼上, 那些往日追捧的影视名人也显得异常沉默, 对于一个有着不同性取向的过世老人, 沉默似乎是最好的方式。 2023年,在监狱中待了18年的阿卡杜拉被引渡回国, 再次成为了一个自由之人, 唯独圣仙鲁道夫依旧长眠地下, 他曾是受人追捧的白马王子, 从底层开始逆袭, 成为社会的顶流。 不过他也过得异常孤独, 没有做过完整的自己, 他虽然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时尚, 却也成了自己心中的孤独者, 看似富有, 实则一无所有。 好了, 您有什么看法, 请在评论区留言, 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, 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。 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, 祝福好人一生平安。